不舒服 不舒服 小妍 我告诉你件事 你可不要怕 我有什么好怕的 那 那条蛇 死在你头上 滚 是 走 走 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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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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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几位长老都在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确定你昨天晚上 不是在做噩梦吗 我确定 一切呢 都是我亲眼所见 亲眼所见 小言 这可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叶逊同学和雷雄同学 之前抓到你做贼 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调查清楚 你可不要编造这个事件 来进行大欺报复 我的每一言每一语 都是真的 小言 那你告诉我 黎秋牙 在什么地方 没找到 你们还有什么怀疑的吗 实在有太多的疑恋 大家可以想一想 魂殿的人 有没有到斗契大陆上来 这都非常值得怀疑 更别说 渗透到咱们学院了 小言我问你 你口口声声说 你看见 魂殿的人了 那我想问 魂殿的人长什么样啊 回答不出来就对了 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 你现在说 你不仅见过他们 而且还从他手上逃出来 那你本事确实比我们大家都大 反正我是不信 我也不信 这是哪一出啊 这孩子打的是血宗的手印 他没有说假话 相信在座的都知道 这张铜上 正是魂殿的血迹 你说这萧炎 它会不会 你 你 过来 你 抬这雷球 跟我走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架松一点 力 WIL E 臨出 防唤 imp 老师 我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们吧 我知道 我知道错了老师 就一下 老师饶了我们 你不要害怕 老师 没事的 没事的 很快就好 老师 救救我们吧 老师 救救我们 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他们的血里面 都渗透了魂殿的血水 什么 虫子 这不是虫子 这是我 进入人体后 三日可入脑 人就会变成形式走肉 母虫的根源 在魂灭生的身上 到时候 它就可以 予取予夺 宿主就会 面对生死不能自己 魂殿 真的是阴毒啊 如何将这虫子驱出来呢 没有办法逼出来 痘气越高 虫子感应力就越好 除非自费痘气成为废月 虫子没有感应力 也许 还能苟活一生 也许 还能苟活一生 而学院里面 任何和魂殿 和血踪有关系的人 全部给我找出来 废了他们的斗气 开除出学院 从即日起 取消所有户外活动 通知学生们 整理内务 好 我们要拉网搜查 我真是不明白 学院的炼药技术 和斗技 都是一等一的 这招来的孩子 也都是好人家的 为什么 他们要加入魂殿呢 这虫子 可以活上五百年 也就是说 宿主也可以 活上这么久 魂殿的人 并没有骗他们 他们是受了诱惑啊 醒了 有我古灵冷火拖着你 你没那么容易死 茶壶里放酒 这玩意儿你是怎么得到的 那条蛇被我用古灵冷火烧死之后 就变成了这样 说来也习惯 那蛇一点生命都没有 估计是幻化出来的 这可是魂殿的东西 而且 还是一件传承有序的法剂 这上面 还有魂灭生的气息 不是 那怎么办 赶紧毁了它 是吗 是吗 离开了雪宗 我看 它也发挥不了原来的行星 跟自己没有人 是准备的 也是准备的 你是什么 有钱怎样 学过兵器吗 我学过一点刀法 但是练得不好 我呢 传了一套斗技 艳分施浪指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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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这个东西是要用力气的吗 我知道 我就是没有力气拿起来 你搬东西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你的力量 但你的气没有跟上 力是力 气是气 懂吗 这样吧 你把自己想象成是庙里的佛像 天王 他们在那边一动不动 可这个裙带呢 就这么自然地飘起来 这个现象就叫做斗气隐瞒 等你可以真正掌握力气 你就可以举着动它了 看好了 验封师浪尺第一试 验封师浪尺第二试 验封师浪尺第三试 这第三试啊最难练 你要以气欲齿 让它在你面前不停地旋转攻击 你的双手才可以解放出来 这样它就是你最好的帮手 你先来第一试吧 练成之后你就可以出去了 练成呢也不够啊 到时候打那个范劳 肯定还是要靠要老您的斗气 干吗老借别人呢 不会自己练 我怕来不及啊 肯定还是您的斗气和一伙好使 别忘了 拿剑里的时间比外面慢 你可以练成的 范劳肯定也在找这东西 没找到之前 它不会伤害你朋友的 你呢 把它扛在肩上 去跑个几圈 急贯一下它的重量 去吧 你还没来 你 你 别 你 攻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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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自从进了学校就没见过晓宁肖课 没想到他们两个被魂店给吸引了 他们两个从小就不学好 也是给肖家丢脸 身上的病人 Toni 杨茜茜茜茜茜 zen茜茜茜茜 湯多转家 薛宗那个家伙 就算本事再大 也不敢出这个眉头 那他会不会被 乌鸦嘴 这么冒险的事情 我就不应该叫上林秀阳 他爹娘子在魂殿手里 如果他再有什么意外 我原谅不了自己 什么呀 我还不原谅你呢 你们出去都不带我 就是 不带我 觉得我不行 看不起我 怕我拖你们后腿是吧 你这不是 明知故问吧 你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是 我也是怕你们不安全吗 你关禁闭那天 老生来把我们痛揍了一顿 把我们在黑角域抢走的能量服 都拿走了 林秀阳跟我说 怕你知道会冲动 没事 我会再去找他们的 你看 又不带我们 要是什么都自己逞英雄的话 就不用我们这帮兄弟了 这兄弟嘛 还是有用的 都说了不是那个意思 都说了不是那个意思 我记得我把门别上了呀 我的宣众纸呢 你说什么 你把我的武器带到哪里去了 我 我 我 不在我这里 在哪里 在老师那里 我拿了 明天给你送我去 明天晚上 到传法的森林来找我 拿着玄中尺交换你的朋友 而花舟 你们都已经死了 你的武器我给你带来了 把我帮我放了吧 你这个破武器啊 真是够沉的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使他的 你想要吗 让我回去秉明公主 自有恩赐 那你那十几个弟子呢 他们时机不密 被你转破 斗气也被废了 这是罪有应得 不过要是能带一个 萧家子弟回去 倒是给宗主 备一份好礼 我会去找他的 不用麻烦 把我朋友放了吧 东西我都给你拖过来了 如果跟我走 你就可待遇见死吗 你可待遇见死吗 你可待遇见死吗 眼分生了 散 刚才那是第一室 现在看我第二室 不可能 我不可能 大人说话果然都不算数的 看我第三试 我还没准备好 这些刀子 你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准备好 你还没准备好 我还没准备好 走 师債太下了 苗朗 你的道歧太猛了 没事吧 她没有折腾你吧 你说呢 都被倒挂一天了 腿都骂了 没事吧 要不要我背你 你的动静为什么这么厉害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那个有受灵有受不灵的 别问了 你才刚进城斗师 所以才承受不住 境外受损 正想早日变强 面对强敌 我再也不要这么被动了 别心急 小子 我先帮你疗伤 等你恢复了 马上修炼夜分尸浪尺第二试 谭心坐下 昨夜长老问询了十几个学生 有的学生说 看见了硝烟和那个魂殿使者在交手 还不分上下 一两个人这么说 大概是神志昏溃 可十几个人都这么讲 难道是集体发疯 昨天咱们多少人出去找林修衙呀 为了防备魂殿的袭击 一个长老 带一对高年级的学生 都没找着 他轻轻松松就把人给带回来了 凭什么 林修衙受了重伤 萧炎也受了精伤 我让他们回宿舍疗伤去了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 他自己说 是他运气好 这种话 米长老也信 我的意思 把这两个 给叫到长老院来 严加看管 进房串供 您觉得呢 萧炎这孩子 上次上我课的时候 已经是九星斗哲 可这和魂殿的使者比 也就是一个小小的跳子 也就是说 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高手 我到森林里去看过他们打斗的痕迹 内斗器 恐怕我们学院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办到 昨晚那个受伤的魂殿使者 天亮之前冲出了学院 看守校门的若林导师 你自己说吧 我就听见他笑了一声 然后一道红光就过去了 等到天亮的时候我才发现 他在斗地写的校名边上 留下了一个手印 我把他凿下来了 什么手印 手印啊 就是啊 不是 啊 这是学生的师父啊 这可是斗宗级别的人物啊 这事儿那就更蹊跷了 硝烟不过是一个九星斗者 他怎么敢去挑战魂殿的高手呢 而且在场所有人都说了 他们俩竟然打了一个平手 难道硝烟也入了什么邪门歪道的组织 硝烟身上的斗技 是星云阁和硝家的 没有嫌疑 我是在想 这件事情最初的疑点 究竟是谁 把这个魂殿使者带进学院的 除了雷雄供出来十几个学生以外 究竟还有谁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甚至不知道 他们在学院里边住了有多久 黑暗将至天下 从此多事了 你说这米腾山跟着硝烟是不是串通好的 每次我一说要查硝烟 他是左一绕右一绕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怎么回事 魂殿的使者 混进学院的事情是查不得的 如果查了 查不出结果 我们如何交代啊 以后还有什么学生 会在学校里面待着 传到皇室那边去 我们如何收场呢 长老院的人是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把火给灭了 这帮老狐狸 就是这帮老狐狸 他们的功龄比我们的年龄还要长 都已经老到尾巴上长白毛了 你就忍着点吧 小妍兄弟 洗衣服吗 看来你还是没有接受教训啊 什么意思啊 哪儿麻烦你去啊 你叫我怎么说你啊 这儿可不是黑角玉啊 你那些小伙伴也不在 今儿你算是蛇在这儿了 这学院里啊 是不允许私斗的 私斗 前两天我们就在这儿 把你那三个小伙伴 林修衙 浩天 谷家 踢得跟球似的满地滚 他们在黑角玉分的赃物 也乖乖上交了 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敢去说吗 因为那样死得更快 所以你的意思是 也要我把全部赃物都上交吗 说对了 而且我不管你是从别人那儿抢也好 管家里人要也好 每个月 给师哥们奉献一万张能量符 这个要求 不搞吧 不搞吧 一万 我还真能那么多 也不这样 你借过点 我看你还真是欠打了 来 今天不打扶他 我们也别晃了 好啊 你们也来 我会儿 我看你什么 你可可可可 我 你不打扶你 你脱彤我 我 你不打扶你 我不打扶你 你呢 你不打扶你 我你不打扶你 你不堪我 我你不打扶你 来 来 来 这不就是打死吗 是 走走走走 不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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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咱没那么熟 别行这么大的礼 来 来 小颜 有种你跟我弟打去啊 不是 我活着你 你等我 你等我准备好 我服了 服了服了服了 我服了服了 我服了服了 我服了 还相反抗 抓住他 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打你们 是为了让你们记住 我们先生 不是用来给你们老生欺负的 就是 我们要是想抱了 可以 这屋子的人 你们只要动一个 我们就一块来找你们 听到没有 听到了 说什么 听到了 听到了就走 快 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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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有沒有受伤的 没有 受伤的 無所谓 今天舒服了 明天怎么办 明天 干吗 害怕了 今天我们四五个打一个可还行 万一一旦落单了 还是没着路啊 那我们怎么办 要不咱们也成立帮派 把大家团集在一起 只有大家团集在一起了 才能不受老生的欺负 是不是 对 是 是 是 对 是 是 那我们叫什么帮 水防帮 叫盐帮 要不是今天你出的厨业 我们还不知道 被欺负到什么时候呢 你来当帮主 赞成 什么呀我就当帮主 盐帮 换个名字 你再考虑一下吧 就盐帮了 就叫盐帮 就盐帮 你再知道 盐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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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就是帮主 我们团结在一起 再也不要受欺负 好 好 好 盐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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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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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 快点儿 若林老师 你们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是这样的 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 想找你签个字 申请表我们都填好了 名字叫做像火炎一样 温暖帮助同学小组 简称盐帮 好 对了 盐帮要开展的活动包括 团结新生 联合老生 帮助落后的学生 追赶先进的学生 让大家在这个学院的大家庭中 感受到温暖 帮助 消炎 也就是 帮助同学们的主要代表 副帮助 萧薰儿 骨干成员 灵修牙 骨家 浩天 我们承诺 团结友爱 好好学习 绝不给老师添麻烦 您的名字签在这里 对对对 小颜 真是说到谁 谁就到了 我上个谋策 申请表都写好了 水房的事 我昨天晚上都听说了 那个叫白诚的同学 在我的窗户底下 哭了足足两个时辰 吵得我 一整夜都没有睡好觉 若林导师 事情呢 是这样子的 白诚他昨天想家了 他呀 从小到大 都是他爹娘帮他洗澡 他现在一个人出来上学 他不习惯 所以他每次到了水房 到了澡堂 他一看到水 他就难过 他就想哭 不过你放心 我们几个呢 昨天已经好好的 安慰过他了 对 学院 禁止学生私下斗殴 新生入学期间 学院对成立兴趣小组 管得特别严 这事啊 我不能随便答应你们 若林导师 我知道你对我们最好了 那我们怎么办啊 刚才 刚才你们说 成立的那个兴趣小组 叫什么来着 像火炎一样 温暖帮助同学的小组 好啊 既然这么说了 那你们就要说到做到 那你们就要说到做到 对待白城呢 也要多关心 多团结 他毕竟是你们的师兄嘛 大家要是有什么误会 说开了就好了 是不是 是 我们保证所走 保证 还有 你们的帮规上 必须要有惩罚措施 有有有 早就准备好了 老师 走开上我来 老师你看 盐帮惩罚措施 看 若私底下兜者 负责人 帮主 硝烟 若破坏公共设施者 负责人 帮主 硝烟 若中饱私囊 私藏能量福者 还是硝烟 怪不得你们显不给我看 行啊 既然责任人已经明确 那万一要出什么事的话 就有责任可循了 是吧 萧苑同学 是 对 有张同学 签证 那么按照学院的规定呢 学院都会给新生 提供一间活动用房 放学之后呢 你们到长老院 找我领钥匙 好 太好了 我们有自己的训练场了 我们平时就可以在那练功了 对 是啊 只要有了屋子 我们就好好装饰一番 钱 不是问题 好 记得你们今天承诺的话 加油 感谢若丽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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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快走 走吧 走 谢谢老师 太好了 我说老师 我说老师 又长进了 还行吧 反正没你那么丢人 我怎么丢人了 不是 老二 说话能不能给你 哥略点面子 黑角玉被那把角色算进了 不止我一个 再说 我在水房那儿 被他们摁着打 你不管 丢头谁的人 咱们家可就你 这么一个高手 你就能看着 哥哥我这么受欺负 不伸手 你好意思吧 其实我早就想揍他了 就是一直没找到机会 私斗这事违反校规 我可不敢 像你一样 跑到水房让新生给打一顿 我啊 丢不起这人 下战书 你给他下战书啊 我多大 他多大 我给他下战书 退配 不是 那你就看着我挨打呀 咱们兄弟俩这口气 就这么忍了吗 怎么找找机会 打不死那小子 你不是说凑钱不是问题吗 我当时不是一激动吗 傻意吗 你说谁傻的 你 装修这个地方 可得花不少能量府啊 我跟你们说 这里可以隔出好几个房间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修一个练药室 那边呢累得人可以休息 那再放两个茶桌 我们可以喝茶 另外我还要个很宽很宽的回廊 前面那条框地 我们可以整理出来种花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这个学练室 好 那我们就要这个修炼室了 只是这个能量府 我们再想办法好了 不过说好了啊 我们盐帮千万不可以 像老盛一样去抢别人的 我想到了 我在跳到市场的时候呢 看到好多人卖那个 高阶聚系伞 我在家里学过这个 我们可以做 然后出去卖 是啊 我们可以练药赚钱 对了 我们赶紧把大伙聚起来 今天 就是我们盐帮成立的纪念日 好 算了吧 我哪会 那哪行 你不讲谁讲 必须讲啊 不是 我不会 你可以的 喂 盐帮消炎不讲 谁讲 大家注意了啊 有请萧帮主 给大家讲两句 讲两句 对 今天 我们盐帮 就正式成立了 那个 大家都不会喝酒 我们就喝点水 意思一下 我们 的宗旨就是 我们不欺负别人 别人 也不准欺负我们 那个 你们大家都 都推举我当帮主 好 那我就当 不过你们以后 可得都听我的 我都听你的 干 干 好 好 画板里面 节目不是都要摔碗的吗 你们不摔啊 看到晚上怎么吃饭 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间 风水好一点的 这家 这家怎么样 不行 不行 去前面看嘛 好吧 小动物这家怎么样 这家看起来挺大的 去看一下吧 熊儿 可以啊 师兄 我们找您商量个事吧 没问题 说吧 我叫萧熊儿 我们都是盐帮的 看您这铺面大 您做我们一般呗 盐帮的 你们 谁是硝烟啊 听说他在水房 把老师们都打了一顿 我们都不是硝烟 硝烟正在练药 没空来 硝烟还会练者丹药 你们药租铺面可以 能量服都代够了吗 什么价位啊 还得请师兄明示 对 对 看在你们是新生的面子上 给你们优惠一下 一天六万 不饶 疯了吧 师兄 六万也太贵了吧 你们谁说了算呢 师兄 等一下 过来过来 过来 六万太贵了 怎么办 你们没有人会还价吗 都不会还价 不会 师兄 一天六万确实不少 要不我们先占一个脚 然后把定金先交上 你看这样行吗 可以啊 先交两万吧 一万呗 一万呗 走走走走走 走 别妨碍我做生意 不做了不做了 你这个地方虽然大 但位置不太好 还这么贵 不做了不做了 走走走走走 就是就是 走 我在练养师认识人 比你这个破铺面啊 便宜多了 你不早说多少钱啊 一天才几百个能量服 走走走 可便宜了呢 走走走 快走 快走 快點 快 parked 快踢 快 che 達 allocated 快 gemacht 谢谢大家